哎,大家好,今天跟大伙儿聊个课 真快,今天4号,还有6000就过年了嘛 今天和哥再跟大伙儿说说这个加大的定型吧 就是整个安省啊,1563例 死了88个人呢 在多伦多今天发病率还是还可以有584例 就是我们这个市长 但是控制这些天了,你看哪天都几百度 还是不少的 因为是没有办法,确实是没招了 但你出去可哪都是车,人都不少的 和哥刚才出去,因为我那个为和哥的徒车纪念的年检了 我去送一个外国人的年检 因为这是活赏嘛,所以就把车的年检都做了 四轮保养了,他都给你做了 没说多少钱,他简单简单,看完给和哥打电话 有的人说和哥怎么这么实,我还出去干活 因为你干活限制令他不管 主要是考虑你们聚集或者吃饭了 这他管的厉害在一屋里 因为和哥在外面干活嘛,就是一人两个人 这个不跟人接触,大伙不用惦记,政府也不会管你 因为你干的会是,它也是危险的嘛 所以你不干对行人有麻烦 这大伙呢,细心能看到的 所以政府都限制限制,但你干活都不管你 你看你给他装修干活,政府都不管 这个还都可以啊,希望大伙 还有个问呢,移民说这个多伦多好还是温哥华 这个怎么说呢 你要是干华人的活,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华人都不少 就是温哥华的机场啊,侯哥是没去我,你好早去我 说那块机场,就往国内反的航班都说中文 很多中国人,确实比,可问都比多伦多还多 但是温哥华呢,就有钱人更多 那块气候好,没有冬天,冬天也不冷 都临上,它海洋也小,那块有海 但多伦多这块没有海,是五大湖 所以那块离侯哥这挺远的 那是,也是加拿大的大城市吧 因为就一个温哥华,温哥华,多伦多,还有沃泰华 就这几个大城市,还有卡尔加里 不多,加拿大这城市真是不多的,真的挺好的 还有人问他说,全上加拿大干的中医按摩什么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你中医按摩,然后我确实不懂 我可知道中医这块是不少,不少很多干的 但你得知道啊,我希望你要是想干的,你来,你先给别人打打工 看他是怎么收费,怎么给人看病,怎么办这个执照 因为这东西猴哥不明白,我可增长找中医看,你猴哥他们俩有病好找中医看 这中医很多很多的,都是插火,好几个人在一起干的 猴哥是知道这些吧,猴哥也不能,这个东西猴哥确实不太懂 不知道怎么办你执照,因为那个医疗方面是猴哥不明白的 还有问呢,就多伦多,多伦多今天真不冷,今天是零上四度 好像是明天也零上三度,因为周六之后,今天不是周五了吗 周六之后,就是白天都零下七八度,晚上零下十的多度了 连个一周,下一周天好像就国内过年的一周不知情,都是冷天 一连冷的又十的天吧,就周六就开始冷了,这几天真挺冷,零上四度 今天猴哥出去,算这些事也不冷,多伦多今天特别冷 这个疫情啊,好多生意都影响,像加拿大今天 多伦多这,太多生意关门了,因为有好多店没有人,特别是餐馆影响,太重要了 但你仔细看,你发现全世界的生意,就是个便利店和石炸店不受影响 到什么时候都开门,都在营业,你看猴哥在大连开的生意,现在干的也挺好 有好多人看不起这种便利店,其实便利店这种东西 很好,一年你吃喝拉,所以全在这里出,你的东西很好的 猴哥真是,我是干得完起家的,所以说猴哥真是很愿意干便利店 猴哥到这回来,看了两家店,你都没看成,看了两家店 这店看店跟国内不一样,你早上都开门你进去,他卖一家货,你寄一家,卖一家货 一直寄到他晚上,关门你走,今天一天卖多少钱,你自己寄账 寄七天或者是五天的,那个猴哥看了五六天 猴哥但是都没谈成,不知道,反正这人罢是吧,你得遇着好人呢 你遇不着好人怎么也是,也是不好办,因为命运很重要 所以猴哥建议大伙,如果干便利店,你看最近的,加拿大的便利店 你就记住,富人去的便利店报官,他都上Costco,大家去买 就在那个,穷人住的地方,那变得好,穷人为他不赚钱,他越越广 政府给罪,有的人,成年到辈,就像他这种有的人不干活 就吃政府的救济,反正吃饱喝好,你看他就买虾条吃 他把那个政府给补助的车票,车票应该,不是三块钱一张吗 他就卖给那个超市,一块五或者一块钱就卖了,因为政府白给他们对吗 就是这帮人就拿去卖了,到商店去换吃,换薯条了,换面包了,回家吃,吃完就看那些 外国人为什么就那么胖了,你看他就吃完,什么也不干,好多这种人的 有的人一成年,一年四季也不干活,就是政府的救济 因为不为后代,像中国人那样都为后代照样,给后代攒钱买房了,外国人好像没有这说 但是也有那种好赢家,赢家也是,家非常赢实力,也很好,但是猴哥说这是一小部分赢吧 在哪里你都记得,什么人都有吧,大同小异吧,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它都是一样的 像有多,这个地方你就记得,开超市没有开着富人区,去富人区 人都开着,像扣子扣了,大的了,像沃尔玛了,大超市买一次都吃一周了,或者几天的东西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些吧,今天没有什么事儿 嗯,好了,谢谢大家收看,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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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